上海科创版刚好成立一周年 这个版块的出现 不单只为创新企业建立集资平台 也打开了红筹和民企回归A股的渠道 红筹和民企已只在境外注册 但业务主要在内地的企业 本港的上市公司里面 有接近1,000间属于这个类型 早在2007年 中移动已计划回归A股上市 但由于程序复杂 以至迟迟未能够成事 去年出台的科创版 明言欢迎境外注册公司上市 中证监也订立明确上市要求 正式为企业回归A股开绿灯 按规定境外上市企业 如果要回归A股上市 市值必须高过2,000亿人民币 但从事创新科技的企业 市值只要高过200亿人民币就可以 至今本港最少已经有10间企业 申请到科创版上市 除了吸引本港上市企业 科创版亦都可以成为 已经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概念股 另一个上市场地 不过有分析认为 假如中概股和红筹股 相计转到A股上市 或会对本港集资市场构成竞争和压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